我們看了這題目 小強罰球命中率七成 每次罰兩球 每投進一球得一分 第一小題 試球每次罰球得兩分的機率 那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在這裡我們假設 這機率為P1 那麼 這是等於我們要得兩分 就是這所罰兩球都要進 那麼因為命中率是七成 那麼兩球都進呢 這是0.7乘以0.7 因為7乘就是0.7 所以在這裡我們是用0.7 去乘以0.7 所以是0.7的平方 那我們直接算出 這答案是0.49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如果小強有三次罰球 那麼得六分的機率是多少 那麼我們根據題目的敘述 他要得六分 代表呢 他每次罰球都要得兩分 然後連續是三次 所以在這裡 我們發生機率假設是P 那麼這等於 我們用0.49 去乘以0.49 再乘以0.49 那麼是0.49的三次方 因此呢我們算出 這近似於0.1176 這個答案 我們來分解一下 7.50 我們先把他去電影 在3.!1277 然後來分解一下 然後來分解一下 warm